民间灵异故事 笔心 大家好 这里是疯牛爱世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传言说 某中学闹鬼 一开始 传言只是说有人在半夜里面看见女生宿舍的走廊上 有一个小女孩在跳声 奇怪的是 那个人把舍友叫醒出去看的时候 舍友却说 他什么都看不见 后来传言越来越恐怖 说扮演来巡防的射间 是没有脚的 一时间人心惶惶 甚至后来更有人传言说 他查了学校的校室 发现学校这块地 从前是一间太平间 校长对外宣称那只是一个谣言 他竭力地想澄清这件事 结果他却突然暴毙 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校长的死彻底摧毁老师和学生们的最后的心理防线 没有人再敢去上学 学校很快就荒废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学校突然间闹鬼 除了两个人 小霞和惠心 大约是在半年前 小霞在外面的书店买了一本灵异类的书 里面介绍了各种各样与灵体沟通的方法 他们的小霞决定选一种方法来试一下 他选的是笔仙 笔仙的玩法需要两个人同时握住一支笔 于是小霞的一个好朋友惠心加入了这个游戏 决定完笔仙的那天还在放假 他们趁着黑夜偷偷地翻墙溜进了学校 若大一个校园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月色诡异地倾斜下来 周围静得可怕 他们两个人脚步生在这样一个寂静的校园里面 显得特别响亮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自己从前的班级 小霞已经提前跟班长借了钥匙 说是自己留了作业本在教室里面 指 教室的铁门开了 他们在中间坐了下来 小霞马上摧毁心 拿出纸和笔 按照那本书里面的讲法 他们两个人要一起拿住那支笔 提在纸上面 然后诚心诚意地请笔仙过来 不过请的过程中两个人都要闭上眼睛 除非笔仙走了 否则后果难料 笔仙的游戏终于开始了 小霞和慧心两个人闭上眼睛 齐声说 笔仙笔仙请你来 大约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之后 笔开始动了 两个人的心马上提到了嗓眼上面去 笔在纸上面稀稀疏疏地滑动起来 两个人感觉自己的心跳频率好像慢慢地和这些声音调成一致 每一秒钟都仿佛被拉长了几十倍一样 大约是十秒钟之后吧 两个人手中的笔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但却越来越有力 好像要挣脱他们的手一样 小霞心里痒痒地 忍不住眯着眼睛看了一下那支笔 笔上第一只手是自己的 第二只手是会心的 那第三只呢 就在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他发现了笔上居然有第三只手 小霞想叫 但一时间又叫不出声来 他用脚猛地踢了一下会心 会心整个身子抖了一下 站了起来 他松开握笔的手 两只眼睛睁了开来 就在这个时候 阴风从客室里的窗上吹来 让人不得不颤抖一下 当小霞回过神来的时候 笔上的第三双手已经不见了 小霞忙向会心讲刚刚的事 会心听得头皮一阵发麻 教室 还是像刚进来那时候一样寂静 但两个人都不敢先说话 半上 小霞和会心不约而同地 向桌面上刚才情笔线那张纸望去 却看见那上面白纸红字地 写着一个字 冤 他们两个人也说不清 自己是怎样逃出了学校 回到自己的家里的 000 小霞回到家里不久 电话就响个不停 喂 小霞拿起了电话 小霞 不行啊 现在 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渊子 我怕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请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上来了 你说我们会不会 会不会有事 电话那头是会心颤颤抖抖的声音 我听奶奶说 每一个活人都有三把活 一般那种东西是不敢靠近我们的 而且 俗话不是说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不惊吗 明天我们去庙里面做个福 就应该没事了 那东西要找 也是找跟他有过节的人 对吧 小霞比会心要大胆多了 虽然小霞也有点胖 但是 没有但是了 小霞也不敢再说下去 主动挂了电话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今天真的是很累 他想去洗个澡 然后睡觉 哇哇哇 水声不断 洗澡房里 小霞在洗头 他把洗发水倒在手心上面 双手轻轻地揉完头部 然后打开花洒准备冲水 怪事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小霞两只手明明都已经放在花洒下面冲水 但他感觉自己的头上 好像还有一只手在揉啊 揉啊 恐惧的感觉迅速塞满了小霞整个脑袋 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一样 自己就像一只等待被人宰的羔羊 小霞再也坚持不住了 哗的一声叫了出来 小霞的家人听见叫声 马上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小霞听见了家人的声音 稍微冷静了下来 也在这个时候 脑袋上面异样的感觉也消失了 小霞不敢说什么 但隐隐约约地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天 小霞和惠星来到镇里面的一间寺庙 结果他们刚到门口 旁边的一位庙柱就走到他们身旁 问 两位姑娘 最近是不是碰上了一些麻烦 小霞和惠星给他一下子说中了心里话 两个人都使劲地点了一下头 妙珠面线难色 说 我看你们两个人头上的三把火灭了一把 走路时略带阴风 估计是给冤鬼缠上来了 惠星一听 当场愣住了 半嗓才哗的一声哭了出来 小霞也在一旁急得直跺脚 拉着妙珠的手连问几个怎么办 妙珠清了清嗓子 郑重其事地跟他们两个人说了几句话 就背着手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回家的路上 小霞和惠星两个人都忐忑不安的 妙珠刚刚的话还历历在目 给怨灵缠上的人通常只有一个方法解决 就是帮他完成在人间没有完成的愿望 让他可以吐了一口怨气去投胎 而且 你们最好是尽快完成这件事 因为这种怨灵最不好对付 万一他们发作起来 你们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了 直到这一刻 小霞和惠星才确确实实地知道 事情到底有多严重 回家的几公里路 他们心里面不断地重复一个问题 怎么办 我想 不如我们再玩一次比仙 请他上来问清楚 他到底想我们做些什么 小霞第一个打破沉默 还玩 一提到比仙这两个字 昨天晚上那个鲜红的冤字 又仿佛映在了眼前 惠星心有余悸 两人又开始了沉默 其实小霞也没有勇气再玩一次比仙 请上次那个人上来 最终 谈话无果 假期很快结束了 一切看起来平常的表面背后 小霞和惠星两个人都有着一份说不出口的心事 他们上课的教室就是之前请比仙上来的课室 比仙 他走了吗 喂 在想些什么 伟风笑眯眯的走过来 打断了惠星的思路 伟风是学校校长的宝贝儿子 成绩不好也就算了 平时就喜欢去调戏一下班里面的女孩子 没 没什么 惠星连忙从座位上起来 走去洗手间 惠星也不是内急 只是想一个安静的地方 自己能安静下来 他在洗手间里面思绪万千 想去找一个解决方法 但又无从下手 去再请一次比仙上来吧 他又不敢 不请他上来吧 他又怕 妖主说过 怨灵最不好对付 如果他们发难了 会怎么样啊 我跟小霞会怎么样呢 几分钟后 惠星估计快到上课时间了 他从厕所的单间里面走了出来 可是 出来之后 他却发现 一切都变了 女生厕所里面居然有厕兜 这 这还是女厕所吗 还是说 他还在女厕所吗 惠星就这样呆呆地 站在厕所的单间外面 茫然若失 突然之间 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走了进来 惠星想叫 却发现那个男子 对自己的叫声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听不到吗 还是我叫不出来 小霞仔细看向那个男子 身影高大 不像是个学生 而且动作慌慌张张的 始终没有转过身来 让惠星看见正面 男子走进洗手台 用力地搓着自己的两只手 然后又用清水洗一把脸 就慌慌张张的 走了出去 惠星还在满肚子问号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 自己的脖子上面 一阵凉风吹到一阵一阵的 一个诡异的声音在自己耳边响起 你看清楚他没 小霞一时间吓到双腿发抖 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不住地摇头 没关系 我会让你再看他一次的 这句话刚说完 厕所里面的景物 马上开始天旋地转起来 厕所 便回了原来那个女厕所 惠星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摊坐在地 一个从厕所单间里面出来的同学 看见了惠星 马上带他出校医室 校医室的医生问惠星要不要请假 惠星点了点头 但那医生却说 你说要以学业为重 真是一个好学生啊 惠星一听马上就急了 说 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 我想请假回家 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学校了 医生却说 你说想要小侠来陪你 那我就打个电话 跟你一般主任 让他叫小侠来陪你吧 惠星更急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医生会这样回答他 连问几句 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 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 突然之间 那声音又在耳边出现了 刚才医生听到的那两句话 是我说的 惠星的心 顿时凉了半解 甚至连高声呼喊的求生欲也没有了 小侠来了 他跟惠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听到他说话没有 惠星点了点头 小侠说 那人说 如果我们不帮他完成心愿 就不用指望活着离开这间学校 这句话你听说过没 惠星没有回答 不知怎的 他觉得 听过这句话 跟没有听过这句话 没有什么区别 是的 待宰的羔羊 人家要你死 你就算帮他完成了心愿又怎么样 小侠跟他的观点不同 只要有一线生机 为什么不努力争取呢 小侠跟惠星说 你说 他有什么心愿 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声音第三次响了起来 很好 很好 你们肯帮我就好 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学校里面散播一个消息 这学校的前身 是一个太平间 默然说这个 有谁会信啊 小侠反问一句 我会帮你们的 我会帮你们的 这句话在小侠和惠星耳边回响了几次之后 那诡异的声音就消息听不见了 晚休了 小侠和惠星已经回到了教室 学校是重点高中 纪律馆的特研 偌大一个教室 除了写字稀稀锁锁的声音之外 一个杂音都没有 突然之间 客室停电了 这一下变故 还是让不小女生哇的叫了一声 可就是在这一声之后 客室的灯管又恢复同时正常 只是恢复正常之后 连男生也不自禁地哇的叫了一声 客室上黑板上 竟然血淋淋地写了一个大字 冤 从停电到恢复正常 只有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用写在黑板上写这么一个大字 谁能做得到 人能做得到吗 只有小侠和惠星知道 是他来了 那天晚上之后 同学们果然都在谈论这件事 小侠只用走过去插口说两句 你不知道吗 学校的前身是一个太平间啊 同学们果然全都相信 而且很恐惧 不到一个星期 就有差不多十名同学转学了 恐怖的气氛一时间笼罩了整个校园 那人的最初目的达到了 但他到底想干些什么呢 学校的前身是太平间 学校的前身是太平间 一时间谣言四起 有些是小侠帮那个人传出去的 有些谣言的起源 却无从考究 例如这个 某夜 女生宿舍某学生半夜醒来 发现有一个穿着白色长服的女人正拿着一支电筒 正往自己的文章照 那个睡眼朦胜胜胜的女生还没有看清楚那人的样子 那个人好像发现女生已经醒来了 他扭过身去 慢慢走出宿舍 女生柔柔朦胜的眼睛 一瞬间 他惊呆了 那个拿电筒的人 居然没有双脚 那件白色长服和地板之间 居然空空如也 女生经不住啊 他尖叫了一声 突然间 那女人停住了脚步 慢慢转过头来 向女生诡异一笑 那是一张老女人的脸 不 那是一张老巫婆的脸 那巫婆 我一字一字的对他说 跟我走吧 女生灯石吓得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女生还是在床上 还是在宿舍里面 宿舍的同学 也还是如往常一模一样 是梦吗 但梦境却真实的可怕 真实的好像那巫婆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跟我走 吧 颤抖 让人不寒而塑的语气 这一段谣言在学校里面疯传 至于那个女生是谁 竟然没有人知道 学校的气氛越来越诡异了 这一夜 同学们吃完晚饭回到教室准备晚休 会心来到自己的座位 刚刚坐下 恶然发现 自己的座位上 多了一封信 是他留下的吗 还会是写着一个冤字吗 打不打开呢 想到这里 会心不寒而塑 两久 会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终于决定了把信打开 会心同学 看到这里 会心心里灯石一宽 他觉得 那个人多半不会这么称呼他的 但往下一看 信的后面的内容 却让会心大吃一惊 高三了 在这个美丽 而又注定了分离的季节 我想 有些话不说 那可能就会错过一辈子了 你知道吗 从你高一第一天进来这个重点班 我就一直都在留意你 一直都在关心你 可能你不知道 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面 一直有一个傻小子在默默注视这里 高一 高二 这两年我一直都把自己这 这份感觉掩盖得很好 一直都尽量跟你保持距离 我就怕自己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 跟你朋友都做不了 我怕你从此以后再也不离 我怕你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 你答应我不要这样好吗 我是真心想跟你交朋友的 是那种比普通朋友还要亲密得多的朋友 以后让我保护你 好吗 我知道现在高三了 大家的学习任务都很重 但我更加不想自己会留下一点遗憾 答应我 好吗 信的署名是 伟风 卉心看完信后 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反感 说什么高一高二两年都在注意我 伟风你高一高二难道不是换了好几个女朋友吗 保护我 是想让我学上一年 那个同学那样自己静悄悄的去医院做人流吗 你成绩差 不想读书就算了 干什么扯上我 你的老爸是校长 说不定你三百分也能考上中本 我家里穷 我没有这个资本 我玩不起 会心把信纸抓成一团 扭头向伟风的方向看了一眼 只见伟风也正朝着自己的方向微笑 恶心 说不出的恶心 平静而论 伟风也可以算是长得挺帅的 但在会心眼里 他的一举一动 就是让人觉得恶心 这个富家小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高考对于他们穷二代的意义 一瞬间 会心居然有这么一个想法 如果这个人从世上消失了多好 这个想法刚刚从脑海中闪过 那阴深深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我帮你 这一天晚上 会心一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怎么帮我呢 会心在刚听到声音的时候 本来是想出言阻止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话都嘴边又缩了回去 那个伟风 真的应该在这个世上消失 他在床上这样问了自己不下一百遍 自己做了正反双方的变手 像他这样败家的富二代 留在世上除了害人还会干什么 你想法没有错 就算他再坏 你也不能诅咒别人 何况 那个人已经答应了帮你 一想到比仙 会心当时打了一个寒颤 他 真的会动手害伪风吗 迷迷糊糊的 会心也说不清 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 会心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 是前几个星期看见的男厕所 厕所周围的景物 跟上次看见的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有改变 包括 那个匆匆忙忙走进来的穿西装的男子 不知怎么的 会心居然来了一股勇气 走进那个穿西装的男子 想看看他的样子 一步 两步 近点 再近点 会心已经站在那穿西装的男子身后 出手可及了 自己只需再走几步 走上前去 就能看见那个人的样子了 他是谁呢 会心的手心 开始禁不住的出汗 那人 是比仙的前世吗 忽然间 会心注意到了 那男人正在搓手的脸盘上流出来的水 居然是红色的 是血吗 看清楚一点 是那男人正在用力搓掉自己手上的血 那男的 到底是谁 为什么他手上有血 梦 又在这个时候醒了 会心半坐在床上 气喘吁吁 醒来的时候 已经七点多了 会心匆匆洗漱完毕 来到客室 迟到了 迟到了 在高三 迟到是一件大事情来的 说不定 要自己包揽一个月的清洁卫生了 可是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好像所有人都并没有留心到他的迟到 连带领早读的老师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同学们都在讨论一件事 什么事 小霞快步走了过来告诉他 尾峰昨天晚上跳楼死了 更恐怖的是 尾峰死的时候 手上有一张纸 纸上赫然就是 那只红色的渊子 听说校长又怒又哭 一气之下把所有宿舍的管理人员全部给解雇了 他宣称 一定会查清楚凶手 一定会从严处理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惠心一听到这个消息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 真的是他把尾峰给害了的吗 那自己是不是帮凶 惠心呆立了半天之后 结结巴巴地把昨天的事告诉了小霞 小霞听了之后 沉吟了好一会儿 说 你的那个梦我昨天晚上也梦见了 你觉不觉得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有点眼熟 惠心被他一言惊醒 仔细想了一想 隐隐约约的 感觉那个男人的背影跟尾峰有点像 其实我也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正面 不过你也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那个男人有点像尾峰 小霞说 那么 笔仙的愿望是报仇吗 他跟尾峰有什么过节 现在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了 他已经走了吗 走 我还没有玩够呢 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 仿佛是从耳朵钻了进身体 让人情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兜索 自从校长的儿子死了之后 学校闹鬼的事传得越来越厉害 更多同学选择了转学 甚至连有些老师也主动申请调离学校 校长一方面要对外解析 分辨留言 一方面要为儿子的丧事操心 这几天来 可以说是心里交瘁了 高三压抑的学习氛围给冲淡了 没有离开的同学 人人自危 会有人在死吗 那下一个又是谁 比起那些神神鬼鬼的谣言 有一个谣言来得更加真实 校长病了 校长这几天在学校 学校和自己家里奔来奔去 太劳累了 已经积压的成病了 现在他的随身包里面 还有几瓶心脏病的药 一天 学校里面来了几辆警车 说是来做调查的 学校里面一早就传开了 这些警察都是校长叫来的 说是来调查 还他儿子的凶手 警察在学校里面 警察在学校里面又是勘查 又是录取指纹 又是盘问尾峰的社友 但最后都只是得出了一个结论 案件很可疑 还需进一步研究 有那么一瞬间 会心很想冲回去告诉警察这件事的始末 结果还是放弃了 不是自己没有勇气 而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他和小霞两个人才是这件案子的罪魁祸首 这件事说出来之后 他会坐牢吗 就算不用坐牢 校长会放过他吗 话到的嘴边 还是跟硬生生的吞了回去 案件没有什么突破 但这件事却在小镇上传开了 还闹得沸沸扬扬 校长的儿子死了 死的时候 手里面还拿着一张写着冤字的纸条 这件事成了大家饭于茶后的话题 久而久之 尾峰生前的教室那天 自习发生的怪事也传了出来 那个五角射间的事也传了出来 还有 学校的前身是太平间这个意义 时间这个说法 更是让外面的人确信无疑 一时间 学校闹鬼的谣言越闹越凶 甚至有好些报纸都把这事登上了头条 不只是学生们 家长们更是人心惶惶 很多家长向学校提出要求 要给自己的儿子女儿转学 学校的精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校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和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谣言再不澄清 学校可能真的要倒闭了 他决定了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要解析清楚这件事 招待会的那一天 学校的阶梯市里面人山人海 照相机那快门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 主席台上除了有校领导外 旁边还坐着几个镇上面的领导 看来校长的面子真的不小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学校的前身只是一块空地 并不是什么太平间 这些谣言只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起哄 在谣言惑众 校长声嘶力竭的喊着 还有风儿的死 我真的很难过 我想了想 从前的自己 的确是把他给宠坏了 这几天来 我很认真地调查了风儿生前的事 很抱歉地说一句 风儿不是一个好孩子 她在外边招惹了好多不三不四的人 我有理由相信 她的死 跟这些社会青年有很大的关系 而不是什么谣言中说的冤鬼缠身 校长的声音低沉了下去 但依然还是那么有力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学校并没有闹鬼 我甚至有理由相信 这些谣言都是那些跟风儿有过节的社会青年编造出来的 她歹毒的用心简直就如司马昭之心 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地对待 嘎嘎 嘎嘎 校长越说越激昂 显得气喘吁吁 左手紧紧捂着心脏 如果真的有鬼 那就让她直接冲着我 华 讲坛下面突然之间一阵骚动 校长竟然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一下子倒在了讲坛上面 那鬼 真的冲着她来了吗 她就在附近吗 几天后 校长的死讯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 校长真的死了 那学校真的是一个闹鬼的地方 一个星期之内 几乎所有学生都转去了别的学校 连老师也申请调职离开了 这学校是办不下去了 时间回到了几年前 一名灰土灰脑的孩子 凝着一个大袋生活用品 从乡下来到了镇上面那间最好的高中 站在那学校的门口前 那孩子脑袋里面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文儿 你能考上去 我们两老都乐的比不上嘴来了 村里面好多人都说我们家为村子大大的挣了一口气 你放心吧 你先上去 学校里面报道 学费的事 这几天我会和村里面的人商量好的 那临走之前 爸爸的那句话还在耳边回响 中考的时候 他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而中途辍学 现在爸爸放话说 村里面的人都肯资助他上学 那 那真是太好了 记得临出发的那天晚上 妈妈帮他买了一身新衣裳 妈妈对他说 他长了四十岁的人了 半辈子都几乎在山里面耕田 现在自己的儿子能考出去了 算是玩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听说啊 镇上面的人臭眉得很 文儿啊 你出去了 别让人家第一眼就看不起你 这身衣裳是妈妈卖了两只家里的大花鸡买回来的 来穿一下 看合适不 当时孩子的喉咙就哽咽了好久 穿这身衣服的时候 他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好好学习 然后考上清华 考上伟大 然后挣大把把的钞票报答自己的小村子 站在这学校的门前 孩子真的是百感交集 他找到了自己的班主任 找到了注册的地方 找到了自己的教室 自己的宿舍 终于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虽然村亲们都说会资助孩子的学费 但孩子兜里还是没有几个钱 根本不够孩子的正常活食 孩子也算懂事 用每天人家吃晚饭的时间 早早地回到课室继续学习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星期 孩子的班主任突然告诉孩子 他的学费到现在还没有扣费成功 如果再欠交几个星期的话 他有可能会被学校勒令退学 孩子慌了 急急忙忙地用这几天省下来的饭钱 给家里人打了几个电话 而每次老爹的回复都是 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吧 终于孩子等不及了 校方把他的学位给冻结了 要他回家休学一年 孩子不敢怪爹爹什么 只是一个劲地觉得自己命苦 含着累地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收拾收拾 就坐上了回乡的大坝 回到了村子里面 孩子他爹却告诉他 学费的钱终于筹够了 喂 老爹今次亲自陪你回学校 把学费给交了 求求校长他老人家 让你重新做回课室里面好好上课 玩啊 这钱都是你爹一家一户的敲门借回来的 你今次回去后 可要好好读书啊 孩子他爹说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孩子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第二天一大早 孩子就兴冲冲地陪自己爹爹坐上去小镇的大巴 但事情就在这里出了岔子 大巴走到十字路口中间 突然冲出了一辆货车 把大巴给拦腰撞上了 而孩子和他爸就坐在大巴的中间位置 后来孩子他爸兴存了下来 孩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医生说 这孩子的身体差 血压比正常人的都低 好像很久没有正常饮食了 再加上今次失血过多 他是活不成的了 听到消息的一瞬间 孩子他爸灯时晕了过去 孩子死了后 灵魂还惦记着回学校交学费的事 就悠悠荡荡地飘到了学校 那时候已经是夜深了 同学们都上完晚休回去宿舍了 整个教学楼里面只有校长式的灯还开着 孩子飘了过去 老婆 都说丰儿学位的事都叫你让心好了 我已经在忙了 校长的声音在传出了校长式 老婆 都说最近高一的一个学生刚被我休学了 但学位我还保留着 就让丰儿先顶着他的位置 来课室里面上课好了 公办学校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什么都管得死死的 最近这几年 还高调什么反贪污 反什么什么的 给我们这些学校的学位 各数下了个死规定 只能少不能多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高官子弟靠关系靠金钱稿件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如果不是上面这么严 老早我就给丰儿配进重点班了 估计那个学生过了一年后 都没有心思读书了 放心 下一年一开学 我就找个借口 马上开出他的学位 这样不就可以空出一个位置 来给我们丰儿名正言顺的上我们这间重点高中吗 就算他现在来 我也只是跟他说 他已经休学了 等下一年吧 老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的话我还敢不听 听我说 只要我们丰儿能上我们的高中 三年后 我就有办法把他搞上好的大学 放心 下面的话孩子已经听不进去了 原来 什么都已经是安排好了的 自己就算拿着学费来到学校 也只是去等校长把自己再赶一次回去 是吧 一时间 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 为什么别人一出生 就注定了他能上好的高中 好的大学 以后走一条舒适平坦的人生大路 而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却只是为了一个陌生人 考一个学位出来 从前自己在教科书上学的什么人 人生而平等 都只是些骗人的屁话鬼话吗 那些领导们的子女 有钱人的子女就比我们等级高一些 尊贵一些 对吗 孩子越想就觉得胸口越压抑 身子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粘住了一样 再也飘不动了 一口怨气洗上心来 报复 他要报复 孩子胸口的那口怨气是他死后才生成的 远比不上那些寒冤而死的冤鬼 所以孩子的灵魂也只是留在学校的一空间没有能力做出什么来 直到有一天晚上孩子看见校长室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 你跟我说清楚啊 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我都有了你的孩子几个月了 你说啊 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啊 校长室里面传出那女人声嘶力竭的声音 这里说话不方便 家是回去家里我跟你好好说 慢慢说 先回去家里吧 校长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家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一个家了 是那间出租屋吗 如果那是你的家 你怎么不在那里长住下来啊 每次一来就是跟我上床 当我是玩具是吧 要我回去 你是怕我把你的事情都抖出来让你身败名裂对吧 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 我就不走 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那女人的声音又高了几个分贝 她挣扎着 拉扯着校长 你疯够没有 校长很明显火了 她就这么用力一推 推开了那贵妇人 不知道校长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那贵妇人就顺着校长的手一头撞向桌角 贵妇人没有再喊了 额头上有很明显的血迹 校长一开始看见自己的情人晕倒在地 马上就慌了 急急忙忙从抽屉里面拿出了一瓶红药水 要帮她止血 可是校长的手在半空中就停了下来 连校长整个人都僵住 周围的一切都好像静止了下来 一秒钟 两秒钟 几分钟过去 突然间 校长把红药水放回抽屉里面 从橱窗那里拿出了一个奖杯 死命的往女人额头上的伤口砸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最后孩子也数不清校长到底砸了女人多小瞎了 只是隐约的看见 那女人好像在临死前 眼睛突然睁了开来 直勾勾的死死的看着自己 她嘴巴动了几下 好像在说 我 来 陪你了 校长把那女士找了个袋子装着 就跑了出去 孩子也没有跟过去 看校长到底把尸体埋在什么地方 因为现在她身边多了一个朋友 两个人的目的都一样 报复 他们在学校的异空间里面等了一年 两年 足足等了两年 在两年后的一个晚上 终于有两个孩子用比先的方法 把他们从异空间里面给引出来了 孩子报复的对象主要是那尾峰 不过那女鬼的怨念太大了 她不仅要把校长害死 还要她的学校全部给搞砸了 于是 就有了前面一系列的故事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